近日接連有大學爆出O camp 風發案 情況令人關注 行政長官李家超 星期二出席行會前 強調違法行為不能夠容忍 對於一些在大學發生的性侵犯 甚至其他違法行為不能容忍 因為大學生是將來 我們社會期望他們會貢獻 發揮力量的動量 所有人都對他們有期望 所以他們應該在自己行為方面做好 如果有違法行為更加難以接受 李家超亦都期望 任何的教育團體尤其是大學 在確保大學生活在優良學習環境時 除了要保障其他學生 更加要提升學生本身的行為 他亦指政府對於大學生的培養 投入了許多資源 認為社會是有期望 學校是有責任 我們會為這次教育團體會